好 第二个知识点是相对估值法 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掌握 一个呢就是基本原理 相对估值法我们其实刚才呢 进行了大致的解释啊 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 以可以比较的其他公司 也就是这个可比公司 那个价格为基础 来评估目标公司的相应价值 为什么能够用另一个公司价值 评估我们的价值 因为我们两家高度相似 对不对 或者说几乎完全相同的 所以呢它的价值就是拿来作为我的价值 当然这个评估所得的价值呢 可以是股权价值也可以是企业价值 如果是企业价值 我们可以得把它调整成股权价值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相对估值法的计算公式 就是目标公司价值 就是我们你投资的这公司价值 我现在要评估 它等于呢目标公司某种指标 什么叫某种指标呢 比方说用适应率指标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哈 然后呢 乘以可比公司价值除以可比公司某种指标 好 这个公司不用死机硬背 大家根据我刚才讲那个意思啊 就是说呢 我现在得到可比公司的一个适应率 适应率20倍 这个20倍呢 我拿来作为我的适应率 就是我的目标公司的适应率哈 那这种情况下 就用它的股权价值除以它的净利润 净利润以至两个一成 就算出股权价值了 就这是最简洁的一个应用方法 我们后面的立体力 它也是就是用这个方法很简单的就把这个价值算出来了 所以这个公司不需要死机硬背 好 那么 可比公司价值除以可比公司某种指标 它叫倍数 啊 这个倍数呢 常用的倍数包括适应率 还有适境率 适销率 这三个 还有两个呢 是企业价值除以什么 这个稀税前利润倍数 企业价值除以稀税折旧 摊销前利润倍数 后面我们会逐一学习每一个指标怎么应用 好 估值步骤 那相对估值法 它的估值步骤是这样的 先选取可比公司 那可比公司就是跟目标公司所处的行业 主营业务或主导产品规模盈利能力 啊 这个资本结构市场环境 及风险度 这些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公司 啊 那么这些方面大家不必一个一个过细的去背 总之 我主要的这些方面都是 是要么相同的 要么是找不到完全相同的 我就找相近的 最接近的啊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根据一定条件初步去挑选可比公司 然后把初步挑选的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最可比 一类叫这个四可比 最可比的肯定是跟我相同的或者最相近的 能这样理解吧 我们一般用的是最可比的 好 然后呢找出这些可比公司之后 反正我确定起来就这几家啊 然后计算可比公司的估值倍数 哪些倍数呢 这些词我不再重复了 就是刚才我们多次重复过的这几个相对指标 如果说目标公司和可比公司属于某一特殊行业 还可以用符合这个行业的特殊估值倍数 也可以 比方说互联网公司有时候会用企业价值除以用户数 啊这个倍数 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说呢 可比公司它的估值倍数我们知道了 拿来用 计算适用于目标公司的可比倍数 选取若干可比公司 就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提示过 它不止一个可比公司 那么用把每一个这个公司它的倍数算出来 算完之后算于平均数啊 平均数或者是中位数啊 作为目标公司的倍数参考值 好了我们要注意 就是这个中位数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位于中间位置上这个数 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 假如我有一组数据 当然它找中间位置一定是从小到大 给它排好序了你找中间位置 这个中位数才是对的 比如说啊 3 6 8 9 12 好 那么一共五个数是不是 位于中间位置上的数 那就是中位数回答就是8 假如说啊 我这儿还有一个2 那怎么办 啊 6个数 那就是6加8 注意哈 第三和第四个位置 它中间没有最中间位置 对吧 那么就是中间两个位置上的数 相加除以2 这就是中位数 回答呢 这个中位数是7 看到没有 就是我把这些可比公司 他们的某个指标算出来 比如说市盈率 算之后从小到大排排序 找到位于中间位置上那个数 就是中位数 好 那么在计算可比公司 倍数的平均值或中位数的时候 要注意剔除其中的异常值 包括负值和非正常大值 非正常小值 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啊 你像这个平均数啊 平均数 你想我们理解为算数平均数 假如说这6个数 我怎么算算数平均数啊 6个数相加除以6 但是呢 每一个数都参与了平均数的计算 所以其中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数 就非正常的这些数 就会影响到你平均数的计算结果 因为他参与了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 你比如说歌手大奖赛当中啊 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有10个平位啊 都打分 我们就去掉一个最高值 去掉一个最低值啊 最高分最低分都去掉 然后去算其他分数的算数平均数 这才可能是真正能体现啊 他的这个平均数到底是多少 那你比如说他10分制啊 大部分评委都打9分以上 9点几分9点几分 有一个评委夸打了6分 你要把他这个值也算上 那是不是就严重的拉低了这个平均值 不能真正反映他的平均数到底是多少 哎在这里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把它剔除掉 好那么可以根据目标公司 可比公司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对选取的平均值和中位数 进行相应调整 那什么意思 就说我们找到的这个可比公司 他可能啊 比如说他的规模呀 方向啊等等 跟我们可能不完全相同 只要不完全相同 我算出这个可比公司 他的适应率20倍 那我的可能要调整成22倍 大能理解吧 就是你要把这个差异考虑进去 不一定就是 我算出可比公司的这个指标 我就照搬过来用 当然你说我不需要调整 没有什么可调整的 那你就把算出来那个数拿来用 大家能理解吧 就说你只要有不同的因素 你可以把不同的因素 考虑进去之后 调整之后 哎 所以我就成为我这个目标公司的倍数这个数字了 好 所以这是可能需要调的哈 好了 那么计算目标公司的企业价值或者是股权价值 那就是用我刚才写的那个通用的公式 用这个倍数这个公司的分母乘以这个倍数就算出分子上股权价值了 所以我们用得出的可比倍数乘以目标公司对应的价值指标 计算出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或者企业价值 好了 这个过程大家能理解啊 好 我们再统一看一下 那么选可比公司 在这里我们选多方面相同或相近的 而且考虑最可比的 然后呢 计算可比公司的这些倍数 好 然后就是选出可比公司 它这个倍数的平均数或中位数 需要调整的话调整 调整完了 拿来作为目标公司的这个数据 然后带到这个比值公司里用分母乘以这个数据 得出分子的价值 大家能明白吧 好 所以就说你每个环节 每个步骤学完了 你要把它串起来 很顺畅的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流程 好 下面就是相对估值法 它的优点和不足 优点和不足不要死即硬背 它可以出题 但是呢 我们要结合它的做法去体会它的优点和不足 我们刚才说出它的算法 也说出它的步骤了 对吧 结合这些内容 啊去体会 什么优点啊 运用简单易于理解 很简单吧 它的公式本身就容易 是吧 好 怎么容易理解呀 我现在知道这个数了 我知道这个分母了 我求分子 那小学算数我都学过 那我当然容易理解 俩一成就是分子了 是不是 而且主观因素相对较少 还有可以及时反映市场看法的变化 但是它的不足是什么呢 一个是受可比公司企业价值偏差影响 为什么 你把这个可比公司的那个指标拿来作为你的指标 那它那个指标如果本身就有偏差 那你拿来用 当然也会有偏差 最终算出这个价值 第二个就是呢 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受可比公司质量影响 有时候很难找到合适的可比公司 也就是说 你用这个方法 你必须得能找到可比公司 你才能用 这很容易理解 对吧 可是你找不到给你相同的或相近的公司 你就没办法用这个方法 好 这个地方可以作为选择题 相对估值法 问它有哪些优点 或者有哪些缺点 都可以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具体去学习 每一个这个倍数 它的公式 它的应用 它的特点 好 适应率倍数法 好 适应率我们叫它PE 然后它反映一家公司股权价值 相对其净运的倍数 大家注意 就是我前面提示的 公式和定义是完全一致的 所谓的公式就是把定义当中 谁是谁的倍数变成一个算式 大家能明白吧 所以说记住公式定义 自然就会去掌握 那么如果说出一个选择题 说这个顾全价值 与这个相对于净利润的倍数叫什么 你还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因为我们说你重点掌握这个公式就行 不用两个重复去掌握 对不对 好了 你就想股权价值相对于净利润倍数 那不就是股权价值是分分子吗 净利润分母吗 一除是谁呀 那就他呗 你就选哪个选项写的是适应率倍数 你就选哪个 好 所以公式就是股权价值除以净利润 那为什么还有一公式呢 那就说我呢 把它的股权的数量作为分母 比如说啊 这个股权价值除以股权的这个数量 净利润除以这个股权的数量 那不就算出相当于一股的价值和一股的分摊的净利润吗 每一股分摊的净利润叫每股收益 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股权价值的总数 这是每一股的价值 好 那作为股权投资基金呢 我们对于这个目标公司进行估值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的股权的一个总的价值 因为这是我们将来想出的价格 就我们要跟他谈判的一个价格 好 在使用适应率倍数法估值的时候 先确定可比公司适应率 作为目标公司估值的适应率倍数 在这里他就没谈到调整的问题了 假设说我们都不用调啊 那拿来就用 如果用调当然还要调 用调完那个数 作为我们的适应率 然后用下列公式计算 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 或每股价值 股权价值呢 就是净利润乘适应率倍数 每股价值 每股收益乘以适应率倍数 这俩公式别背了 为什么 我建议大家 只记住最最基本的这俩公式 你把这俩公式写出来 分子等于啥 等于分母乘以 这个商 分子等于什么 等于分母乘以商不就行了 就说这一个公式 大家注意啊 你把这一个公式记住了 第一 他考公式 就说 你看我出个题啊 说下列 哪个公式是适应率倍数公式 或者是适应率公式 好 这是第一种出法 直接考公式 好 ABCD四个公式列出来 第二呢 考概念 表述一个概念 问这叫什么 好 让我们选适应率 是吧 这句话 好 第三个 第三个注意计算题 好 这三种题 你都是记住这两个公式完全搞定 为什么说这个公式不用倍呢 你想想看 我只要掌握最基本公式 我就记一套公式就行了 你不要两个都记 完全浪费时间 好 你就是适应率倍数 牢牢记住 是股权价值除以净利润 你现在呢 你又求股权价值 那不就是我用最基本公式 我都知道是分母乘以这个商吗 我不需要再重复 记这些公式 它是基本公式一个变形嘛 所以记一个公式 所有问题全解决了 看到没有 好 那么 使用适用率倍数法估值的时候 要注意呢 这个盈利数据所属的期间 盈利的数据呢 这个也就是利润了 它属于什么时候的利润啊 比方说 一个是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历史数据 完整会计年度是什么意思 这一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比方说 我在17年 11月我估值 那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指的是什么时候 1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的利润值表 二呢 是最近12个月的数据 跨年了 比如说我在2017年的11月进行估值 我是不是往前倒推12个月 它肯定是一部分属于16年的这个月份 一部分属于17年的月份 我不按整年数 好 第三是预测年度的盈利数据 好了 那么使用历史数据的好处 那就说 这个盈利的数据和股价都是一致的 16年已经过去了 我当然已经知道它的股价和它的盈利数据了 那比较客观啊 历史数据它就是一个客观啊 同时呢 使用历史数据计算适应率 尽可能使用最新的公开指标 通常注意三个选择 通常用哪个 用最近12个月的 因为它更能反映当前的价值 它跟当前价值更接近 对吧 这个容易理解啊 好 那么股权投资金实践当中呢 较多采用预测的盈利数据进行估值 啊 这个也需要注意实践当中主要用这个 那么我可能还关注的是它 这个我投资之后它的盈利能力 啊 需要注意呢 企业净利润适应率都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啊 两种因素的叠加 会使这个估值呢 就是周期性的这种企业 在经济周期中的风骨哈 这个当中呢 它可能波动比较大 对股权投资金而言呢 这个估值的适应率倍数 不应该只是特定时刻的 不是应该只有特定时刻的可比适应率 啊 往往是以平均适应率参考 为什么啊 因为你这个时刻 哎 我就用这一期期末的这个适应率 那这个时候它正好处于低谷 那这个数据可能就很小 哎 我用这个时刻刚好它处于高峰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适应率可能就会很大 所以呢 我选一个平均值 这样的话啊 这个高潮低潮的时候 我都囊括进去了 这个平均值可能更客观一些 好 看个例子啊 这个例题呢 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它的基本的算法 应该说很简单了 某股权投资基金 你投资A公司 A公司管理层承诺投资当年净利润1.2亿 相当于净利润已知了 好 那么按照投资当年净利润的十倍适应率 进行投资后估值 相当于适应率也告诉我们了 好 那我建议大家呢 你就是进行估值的时候 它的价值是多少 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把基本公式想出来 我们你看我们这写的是一下子就把他俩相成写出来了 我就想最基本公式 我又永远已不变应万变 大家注意 凡是涉及到这种指标的 一律已不变应万变 包括后面我们还有多道计算题 都这样去处理 考场上也这样去处理 做练习还这样处理 就想最原始公式 最原始公式 那就是股权的价值除以什么 净利润1.2 等于呢 这个适应率10 然后我就看 所以我才列出了这个式子 他俩相成 你不要说 这个公式当然很简单 你可能到时候就记住他俩相成了 有的公式稍微复杂一些 需要推导的时候 那你想一下子就把最终的这个结果 这个公式写出来 那不太可能 你是难为自己 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写原始的 一看就知道 好 如果说A公司 你融资3亿元 那相当于说 我们比如说要投资 他3亿元 他需要3亿元 我投资3亿元 那这个时候新进投资者 他所占股权的比例是多少 那就是3除以12 因为什么 这是一个投资后的总的价值 对吧 我投资了3亿之后 总的是12 那我的投资额是3亿 那当然是我一除 就是他的所占的比重嘛 所以3除以12 25% 下面下列关于适应率的表达式 以下正确的是 大家注意 我借着这个题说一下 所有的考计算公式的这种题目 我们应该如何做 千万不要看选项 自己先根据题干 把适应率公式想出来 是什么呢 我最开始想到的是价值除以净利论 好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四个选项 可能如果是一个单选题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话 三个都是错的 你要一个一个看公式呢 你的思路容易受这个错误选项的干扰 一会他把你带偏了 对吧 你更拿不准是哪个了 那么我倒不如呢 自己想好 我就去挑选 跟我想的一样的 好了 首先说 第一个股权价值 这跟我对上了 但是呢 我分母是净利润 他是营业收入不对 第二个是营业利润不对 你说那不都利润吗 大家注意啊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他不是一码身 营业利润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这些利润 比方说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然后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减去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这些期间费用 减去资产减值损失 就是我们对各项资产提的减值准备 带来的那个 这个损失 然后呢 还有加上供应价值的收益 变动收益 然后再加上投资收益 这些算下来是营业利润 好 营业利润呢 我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再加上营业外收入减营业外支出 这是利润总额 好 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 这是净利润 所以你看它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都是利润 啊 那你不能说 我把这个二也选上 二不能选 好 第三呢 股权价值除以减 哎 这跟我对上了 我就选这个了 但是呢 我发现 他让我选两个 不止一个正确答案 你看 这是一二三四嘛 他后面我们会发现 他有组合嘛 对吧 所以说明这个题 不止一个答案 正确 就说凡是这种形式出题的 他都是 有多个选项是对的 最少两个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再去找别的 我最开始想的是这个 是不是 我再看还有哪个正确 那就是下面这个 每股收益 相当于8分子的那个价值 除以他的这个啊 这个数量 是吧 股权的股数 然后呢 净利润也除以股数 那不就行了 就是每股价值除以每股收益 跟他也是一致的 所以呢 哎 我选三和四 然后我再看 他的ABCD的组合 哪个是三和四呢 D 所以哎 我就选D了 这就是这个题的做法 所有考公式的 我们都是不要先看公式 自己把公式想出来 去挑选 好 当然 你像在考场上 这个营业利润 你不必像我刚才 想的那么多 因为你只要跟你这词 没对上的 一律不许选 就对了 完全对上的 你才能选 好 第三个是 企业价值 除以 税税前利润 两个一除 出来一个倍数 那么 税税前利润是什么呢 我们说在利润表当中啊 有三项利润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就没有这个 税税前利润 那么税税前利润 它是什么呢 我们叫它EBIT 它就是说呢 在扣除 债权人利息之前的利润 那 这个时候呢 就说 所有的出资人 对税税前利润 都有分配权 相当于说 我们用税税前利润 来进行估值 那我们估算出来的是企业价值 不仅仅是股权价值 那么 这个税税前利润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税就是指的利息费用 税是指的企业所得税 我们从这个名字上 你能直观的 能够看出来 它是 我们没有扣除所得税 没有扣除利息之前的利润 那这种情况下 那税税前利润等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以净利润作为起点 来算出税税前利润 那又应该是呢 净利润 那这个是我们利润表中 可以查到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加上所得税费用 把所得税加回来 这就是税前利润 而税前利润呢 也叫什么 利润总额 是我们利润表中的 利润总额 这个项目 好 然后呢 加上 利润费用 把利润再加回来 好 那假如呢 我们是以利润总额 作为计算的起点 那就是利润总额 加利润 总之 两个算法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算出 税税前利润 那税税前利润 这个 数值有了 有了以后呢 就不就类似于 那个市盈率的应用吗 就说 企业价值 除以 税税前利润 假如说我知道一个数值 那是不是 我要算分子的 企业价值呢 就用分母的 税税前利润 乘以这个 商 对吧 乘以这个位数 好 那就说 跟前面那个市盈率 一样的应用 不用刺激这个公式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股权投资基金计算目标 公司的股权价值 我们说了 我们股权投资基金 他投资对象是股权 他要着重看重的 估算出来的是股权价值 可是我们分子上 算出来这个呢 是企业价值 我们前面说到 这个价值等势 那价值等势当中 既有企业价值 又有股权价值 我们一项 不就能依据企业价值 算出股权价值吗 啊 所以他有一个过渡 这个注意这个过程 那企业价值 除以稀税前利润倍数法 它是剔除了啊 资本结构的影响 那就是说在这里 我没有考虑啊 你的这个股权多少 这个债务多少 因为我全包含在内了 是不是 好 那么市盈率倍数法呢 它是以利润指标 作为估值基础的 而净利润是归属于股东的啊 那么没法反映债权人的求偿权 那么目标公司和可比公司 他们的资本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 可能导致计算的错误 因为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资本结构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筹集来的资金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资金来源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啊 我们的负债 一部分是所有者的投资 就是所有者权益 他俩之间有个比例关系啊 那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 它就是一个资本结构的问题 那这个资本结构 如果说两个公司差异比较大 那肯定你算出来的这个市盈率法 我算这个股权价值啊 它实际上应该是说 差异也比较大 但吸税钱利润呢 它是向所有股东和债权分配之前的利润 所以说呢 它不受股权和债务的比例的影响 为什么呀 你的净利润啊 我是要分给股东的 所以呢 你这个股权的比例占多大比例 肯定是会影响这个数据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记住啊 这个倍数剔除了资本结构的影响 它不会受资本结构影响 而市盈率会受资本结构影响 看个例子啊 接着上例 上例是什么呀 市盈率那个例题 就是我们知道它的净利润了 对吧 我们在这里用到的就是净利润是多少 净利润1.21 用到上一题的这个指标 好 如果A公司按吸税钱利润的6倍进行估值 看到这儿 我们马上想说明什么呀 说明企业的价值啊 除以吸税钱利润 好 吸税钱就是EBIT了啊 然后呢 等于多少 等于6 那么我要用EBIT乘以6 就是企业价值 下面我们就要看EBIT是不是已知的 好 所得税的税率25% 相当于呢 我知道净利润了 知道所得税税率了 好 利息每年是2000万 那A公司价值计算是怎么算的 也就是说我一看题 好了 现在呢 我要算企业价值 这个是未知的 然后这个倍数是6倍知道了 但是分母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就要想那分母怎么算呀 分母想他的公式就是净利润加什么所得税 然后加上利息 可是呢利息知道好 利息带进来相当于是0.2万对吧 好 可是呢净利润知不知道知道 好1.2 所得税知不知道 哎 这个不知道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就说第一步啊 第一步要根据他的这个内容 先写出一个总公式 什么叫总公式啊 就是你要想算出他问的这一项 你最终是要利用哪个公式算的 我们叫他总公式 好 总公式当中 我就要逐一的到题目当中去找 已知条件 我有分子有分母 看看分子 我明显他未知 我就是要求他呢 分母我要知道了 我才能求出分子 可是现在我一看 哎 分母不知道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 哎 那这个分母怎么算 他的公式又是什么 你逐步的去做 那就说层层剖析 是不是 那我要是利用这个公式 把分母算出来 我一带到这个总公式中 然后我一成的结果就出来了 哎 我提示大家 所有的单项选择计算题 我们都可以依照这个思路去解决的 就说你不要一点一点先根据已知条件去想细节内容 你要先想这个题我最终要用哪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各项找出来算出来啊 那你不是这个题就解决了吗 当然了 如果我们在考虑过程中 哎 我一看这个题目 他有已知数我就带进来 例如说对于这个EBIT 虽然EBIT不知道 但是我想出他公式 是这样一个公式 哎 然后呢这个公式中哪个已知哪个未知 你看对于总公式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是吧 哪个已知哪个未知 对于这个分母这个公式 我们也这样思考 哪个已知哪个未知 如果已知我就带进来 比如说对总公式 六倍是已知的 我就带进来写上数字 哎 对于这个公式 好了 你的净利润已知 我就带进来 你的所得税未知 哎 我就还写1.2加所得税 再加利息 利息呢 一看已知带进来 所以现在所有的焦点聚集到哪了 就是你只要把所得税算出来 这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大家能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遇到这个计算题啊 可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思路 啊 所以这个做这个计算题 这个思路很重要 因此我们现在算所得税 所得税怎么算 那它有净利润有所得税税率 那你想想你的净利润是怎么来的 净利润 等于呢 利润总额乘以1减所得税税率 对吧 它是这样算的 啊 但是呢 你的所得税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得税 啊 等于啊 这个利润总额乘以25%的税率啊 它是这样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说那现在我们这样 那我们要是能够算出利润总额 那一乘25% 这个所得税不就算出来了 大家看又是一个利用 利用我们刚才的同样的思路 看到没有 就是你公式中的所得税 它最后要利用这个公式 就是所得税等于利润总额乘以25% 可是利润总额怎么算呢 可以利用上一个公式 一项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除1减25% 好了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总公式 我是要这个先写出来 然后呢 我写出总公式中 未知到分母的公式 分母一共是三项 有两项已知 中间这项未知 第三步我再写出这个的公式 不就行了 所以你看 每一层的公式 我们是三层公式 每一层公式 我们是同样的思路 把公式一写出来 已知到带进来 未知到怎么求出来 好了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啊 这样分析好了以后 那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算出利润总额 好利润总额等于什么呢 等于根据这个基本公式 净利润除以1减25% 所以这就是这 为什么是1.2除以25% 除出来是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乘以25%的税率 等于0.4的所得税 所得税有了以后 带到这个公式 分母的这个公式中 那就是净利润1.22 加所得税0.4 加利息0.2 等1.8亿元 好 然后我们再看 那么A公司的价值是多少 也就是说 你这个EBIT有了 带到总公式的分母上 这是1.8 分子未知 这是6 1.8乘以6 所以说10.8 大家看到没有 通过这个题呢 我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 我们解题的模板 稍微麻烦一点 不是说一步就能算出来的 最少需要两步的 那么在这种题都可以这样去解决 好 第四个 企业价值除以 税折旧贪销钱利润倍数 这个无非是说什么呢 你对比一下啊 我们前面那个倍数叫什么 叫企业价值 好 除以 税税钱利润 税税钱 我们就是 把净利润加上 所得税费用 加利息 那现在又多加两项 多加了一个 折旧 多加了一个贪销 就是你没扣除折旧 没扣除贪销钱嘛 无非是说是什么呢 那就说啊 税税折旧 折旧贪销钱的利润 等于呢 税税钱利润 再加折旧 加贪销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假如我们以净利润为起点 净利润 加上所得税费用 加上利息 还要加上 折旧 加上 贪销 不就这个意思吗 可是呢 你前面这三个相加 不就是EBIT吗 所以公式中写的是EBIT 加折旧 加贪销 那么这个 折旧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固定资产 所提的 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买了个办公楼 那这个办公楼呢 下一个月开始 我每月都要计算折旧了 啊 那么 这个折旧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费用 我们在计算利润的时候 把它减掉了 现在再把它加回来 摊销呢 比方说 针对无形资产 哎 我这企业 有商标权 有 这个专利权 我有土地使用权呢 他们都要提摊销的 这个摊销 也是费用 计算利润时 减掉了 我现在再加回来 一样的啊 好了 那么从以EBIT为基数的话 只加折旧贪销 以经济为基数的话 全部这几个都加上 这两个大家都要会算 那么 这个稀税折旧贪销前利润 就是EBITDAI 多了两个字母 好 下面就是用企业价值 除以稀税折旧贪销前利润 啊 它的计算公式 那就是企业价值等于这个之前的利润 乘以这个倍数 这样呢 我们这个公式不需要大家倍 因为我刚才写出来哈 你现在相当于说 这两个一除 好 我知道这倍数了 假如是5 那现在呢 我就用分母的吸税前啊 吸税折旧贪销前利润乘以5 不就算出企业价值 完全不需要倍 好 下面我们说企业价值除以吸税折旧贪销前利润备数法 不但考虑了资本结构影响 还考虑了折旧贪销 企业的不同折旧贪销政策 以及不同阶段的这个折旧贪销水平 会影响到净利润和吸税前利润 但是呢 吸税这个折旧贪销前利润不受影响 为什么 很容易理解 比方说吸税前利润 我是从收入当中把折旧贪销扣掉了 那你折旧贪销的数额的大小 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吸税前利润 对吧 进而呢 我在计算利润总额的时候 我也是把折旧贪销去掉了 它会影响利润总额 进而就会影响净利润 所以说 这个净利润和吸税前利润都会受到折旧贪销数额的影响 可是你现在又把它加回来了 你没把它减掉 那等于说 它就你就不受它的影响 所以呢 对于折旧贪销影响比较大的这种企业 比如重资产企业 我这个企业 我是有大量的这种无形资产 或者是固定资产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的折旧贪销数额就会非常大 那这样的话 比较适合用企业价值 除以吸税折旧贪销前利润倍数法 就是把它那么大的数额的影响给它剔除掉 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它的适用范围 我们需要清楚 好 看个例子 我们接上例 接上例 这个上例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上个例子中 我们算出了EBIT 对不对 上个例子算出EBIT是多少 1.8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假筛公司每年的折旧2000万 那长期待摊费用是1000 这个地方跟摊销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长期待摊费用是什么 比方说我现在支出了 我现在呢 以这个经营租赁方式 我租了一条生产线 我又对它进行了改阔建工程 那很显然这个花费 我不能够寄到这个生产线的成本 你不能增加它的价值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我的资产 是我租别人的 所有权是别人的 大家能明白吧 可是呢 这是我又发生支出了 我就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它本身呢 长期待摊费用 它是个资产 但是呢 我就要在这个租赁期当中 我要进行摊销 摊销到每一期里边 摊销出去 它就是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的话 它就要在计算利润的时候呢 从收入当中扣掉 这是长期待摊 费用 好 那么如果是 我们按照企业价值 除以息税 折旧 摊销前利润 倍数法 进行估值 倍数已知 是5.5 那是不是 我们试着用刚才的思路 刚才思路是什么呀 好 我再给大家强化一下 就是涉及到计算体 首先 从这个总公式出发 我要想到 那么企业价值 除以 这个EBITDA 等于5.5 我只要算出这个分母EBITDA 然后EBITDA乘5.5 就是企业价值 我就得出最终结果了 但是EBITDA 我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我们要去想 它的公式是 EBIT加上什么 加上折旧 加上贪销 好 那这个EBIT 一支的1.8 这个折旧 这个体一支 贪销一支 这一加就是了 假设说 EBIT不是一支的 好 我跟大家结合一下 假如说 EBIT我现在没算出来 现在呢 我把这个条件加上 说 这个企业 它的净利润 1.2亿元 所得税税率25% 利息2000万 然后啊 它的再加上这儿 看着啊 再加上这里的折旧和贪销 那这种情况下 那实际上 我们呢 现在要怎么办 啊 要怎么办呢 回到刚才那个思路 就是用前面这个方法 大家看啊 用这一套方法 把EBIT算出来 1.8 啊 用这个方法 两步 算完之后 我再加上 这里的 折旧贪销 然后呢 啊 就能算出EBITDA 带到这个公式中 两个一成 就得出最终结果了 你看 还是用的 上一道题 我们介绍的那个思路 但这儿呢 我要强调一下啊 我们其实是 加上的折旧和贪销额 长期贪贪费用 它如果说 我们每年贪销是1000万 这就准确了 为什么 长期贪贪费用本身 我们刚才说 它是资产 它不参与利润计算 它的贪销额 才参与利润计算 所以我认为 书上这个地方 不准确 不严禁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啊 这个EBIT 我们现在看成是已知的 通过上一道题 那个方法算出来了 1.8 加上 折旧0.21 加上 长期贪贪费用 贪销出去的 0.11 等于2.1 然后 2.1乘以5.5 等于 11.55 这就是它的价值 然后我们算出来 还是个企业价值 可是我要的股权价值怎么办 利用价值等市 一项 然后呢 算出股权价值 好 市净率背书法 它跟那个市盈率 是类似的算法 那么市净率 首先说是什么呢 市指的还是股权价值 然后呢 净是指的净资产 所以说股权价值除以净资产 概念是说 它反映一家公司股权价值 相对其净资产的倍数 相对于净资产的倍数 就是股权价值是净资产的几倍 那不就除出来的吗 哎 就有了这个公式 还是说 定义和公式完全一致 然后如果我要 把分子分母都除以 它的股数的话 那不就算出什么了 股权价值 平摊到每一股上 那不就是每股价值 净资产平摊到每一股上 那不就是每股净资产 好 用这个算这个单位的 这个数额也行 算总的数额还行 好 那么市净率倍数呢 它跟市净率倍数法相似 先确定可比公司市净率 拿过来作为目标公司的市净率 然后再用这个公式 这公式不计 为什么 基本公式计入就行了 分子等于什么 当然等于啊 这个分母乘以商了 还是市净率乘以净资产 跟市净率你看一致不一致 当然一致 我写出来啊 就说这个时候 它是股权价值 直接是股权价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市净率乘以什么呀 净资产 好市净率等于什么 股权价值等于市净率乘以 这个净理论 对吧 你看它的分母是什么 我就乘以什么就行了 你看它的形式都是一样的 包括后面市销率也都是一样的形式 所以光寄一套公式足够了 不重复寄了 好了 下面就是市净率倍数 它的适用情形 适用于资产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机构 好记住 因为这类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更加接近市场价值 比方说银行业一般是用这个方法 看个例子 某股权投资基金 拟投资B资产管理公司30亿元 截至完成投资的时点 B公司净资产120亿元 按投资基准时点2.5倍 市净率进行投资后估值 一看到市净率 第一步马上想公式 股权价值除以什么 净资产 等于2.5 一看净资产已知 带进来120 然后120直接乘以2.5 得出结果300 那么股权投资金 此轮财务投资 占股比例是多少 那在这里呢 那应该是 这个总共价值300 我是投资了30 所以说30除以300 占比10% 第六个市销率倍数法 比照市盈率倍数和这个市净率倍数 市销率它反映的是什么 股权价值相对其销售收入的倍数 大家能不能自己体会出这个叙述 它的公式是什么 那不就相当于说股权价值除以谁呢 销售收入吗 所以说市销率倍数就是股权价值除以销售收入 平摊到每一股上呢 那就是每一股价值除以每一股销售收入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同样的用可比公司的市销率 作为目标公司市销率 然后用什么公式呢 用分母 销售收入乘一倍数 算出分子的股权价值 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创业企业 它的可能净利率是负数 因为它还刚在起步阶段没有盈利 经营性的现金流也是负数 因为它的收入还不够多 是吧 而且张明价值比较低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市盈率倍数法 包括企业价值除以吸税前利润倍数法 企业价值除以吸税折旧 贪销前利润倍数法 市净率倍数法都无法用来估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 市销率相当于市销率倍数法 针对就是什么样的企业适用啊 就是创业企业 这两个对应上就行了 那市销率倍数法呢 它也有局限性 它不能反映成本的影响 所以它适用于销售成本率比较稳定的 收入趋整形企业 为什么 因为它参与这个比例计算的不是销售成本 而是销售收入 它只注重这个销售收入 只有收入参与了计算 那么所以它适合于具体是什么样的行业呢 比方说公共交通 商业服务 互联网 尤其是电子商务 还有制药级通信设备制造公司 就是每一种不同的这种估值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形 不同类型的企业 不同行业的企业 像这个适用范围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可以出题的点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是销率是什么 好我们看到这个题呢 怎么处理呢 自己先不要看选项 先自己先想好 它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直接想到的是 这个股权价值除以什么 销售收入 然后看哪个跟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就选哪个 A是说股权价值与年销售收入比值 其实就是它了 然后呢 B是说企业股权价值与股东权益 账面价值比值 这叫什么呀 这叫市净率 你说市净率跟股东权有啥关系 这个净是指净资产 净资产是什么呀 就是股东权益 它俩是一回事 两个说法 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资产负贷表中 列出来的叫所有者权益 或者是股东权益 可是呢 它一般是在一些指标当中呢 我们用净资产来代替它 那它其实就叫净资产 好 然后就是每股价格除以每股净利润 这叫什么 这叫市盈率 好 再有一个企业股权价值 与稀税折就贪销钱利润的比值 那这都已经说明了 那就是它除以它 对吧 好 那这里呢 应该选择的就是A 市销率倍数呢 还可以用每股的价值 除以每股销售收入 看个例子 2017年的3月 某股权投资基金 你投资C公司 这个公司呢 是一家主营坚果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 我们说了 电子商务公司 它适合于用这个市销率进行估值 于13年2月成立 成立以来呢 销售额以4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 那说明呢 13年2月到 14年 15年 16年 每年都有40%增长 那成立当年销售额1亿元 实际是10个月产生了收入 因为它成立这一年 它只经营10个月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呢 这个1亿不是每年12个月的收入 是10个月的收入 那我们要想知道 它成立这一年换算成年收入是多少 那怎么办 那么你10个月是一个亿 那一个月是多少 那不就一个亿除以10 你想换算成一年 那就乘以12 好 按照行业平均式销率两倍进行估值 这个时候估值呢 我们还是用前面思路 先想啊 股权价值除以销售收入 等于多少 等于2 那这个收入呢 由于我们到这一年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是多少 我只知道成立那一年的收入 我还需要进行一个计算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 13年成立的 我们看14年的收入 是1除以10乘以12 这是13年的 相当于13年换算出来的收入 要乘以1加40% 因为14年增长40%嘛 所以这是14年收入1.68 那15年呢 15年是14年的基础上 1.68乘以加40% 2.35 16年呢 相比较15年又增加40% 所以2.35乘以加40% 等于3.29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要每年都来算呢 我们是为了算出一个平均收入 然后这个带到公式当中 因为你既然给了我这么多年收入嘛 我可以算出一平均数哈 所以呢 3年相加除以3平均一年的收入2.44 然后相当于股权价值除以2.44等于2 所以两个一乘就是4.88 这就是我评估的它的价值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相对估值法 我们就学完了 其实相对估值法 它的计算 整体来讲 不是太复杂 我们把市盈率 市净率 市净率 市盈率 还有市销率 这三个放一起去记 因为它们的分子都是股权价值 而且算法完全一样 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基本上 一下就能算出来 好 然后呢 稍微复杂一点的 就是跟利润有关的那两个 对吧 稀税前利润 这个企业价值除以稀税前利润 企业价值除以什么 稀税 折旧贪销前利润 那么由于涉及利润了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例题 我可能不知道 这个所得税是多少 对吧 我需要一些换算 所以它计算步骤 可能稍微又复杂一些 所以把它俩作为一类去对待 但是呢 它的整体计算方法 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分母乘以 已知的这个笔值 好 这是我们对它的概括和总结 另外 大家需要单独记一记 每一种方法 它的特点是什么 比如说这种方法 它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那种方法 它受资本结构影响等等 这种方法 它不受折旧贪销影响 那种方法 它就受影响 这是一个 再一个 这些方法 适合于什么行业的企业 适合什么样的企业 只要这几个角度掌握住了 那所有的 我们这里可能出的考题 我们都涵盖了 好 这一部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所以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就学习的了 然后就学习到这里 就学习到这里 就是这样一部分 对 这边就学习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